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今天我们有重要的议题 邀请报聊天王张有化张大哥 来为我们喜说分明 张大哥好 欧教授好 是我总是感觉到 有化哥您在家里面 拿了个毛表在倒数计时 为谁计时啊 为那个可怜的赖清德 做了一辈子的遵修大梦 到了最后的临门关键呢 却要被蔡英文用几个专案给弄倒 您认为啊 最近的国民党啊 名的好像要稳定下来 要提名侯友宜了 却又变成奔劣 而且大乱 而且是中常委出来 演出各种怪异戏码 您觉得这像样是 美国叫蔡英文 蔡英文再联络朱立伦 又或者是朱立伦跟蔡英文一起 在纽约的时候 聆听锦囊妙记 说演出的特殊剧码 终究啊是要让整个局面乱哄哄之下 最后赖清德真的在有华哥你的倒数码表里面啊 真的倒数即时的被换掉了 您觉不觉得像是这样一出戏正在演出给所有的海内外观众看 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讲赖清德的春风专案 这个春风专案 我先讲 有两个关键当事人 他们还活在人世 活在人世 那如果 如果 如果赖清德 他不信邪的话 这两个人可能会出来作证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对于所谓的春风专案 那是校园的专案 那我想还有另外一个案子 但是我没有指涉跟赖清德有关 那我先声明 我没有指涉 你在校园 可以从事这些工作 但是你出了社会以后 各位想想看 就跟黄国书出了社会以后 他还是在做同样的事 只不过那你监控的对象 是已经变成了所谓党外 或者是民进党的重要人士 你要打到核心里面去 我讲的不是赖清德 我事先我再声明一次 我们现在正在找 就是说他出了社会 他参加了一些社团 那请问 是谁介绍他进入这些社团的 那我讲的 我再说一次 我讲的不是赖清德 我知道赖清德他真正的崛起是1994年 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好台湾省台北市高雄市三个地方是在选举 我帮陈水平 那赖清德是在台南 但是他一出社会就突然加入新国家联系 这个是一个非常怪异的事 好 这个就是说关于这一些档案 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不能做无谓的揣测 这个是赖清德的问题 那其次我们再来讲 就是说现在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赖清德是新潮流的公主 可是新潮流的这些人 我们讲东宫太子阿菜 这些人怎么都没站在赖清德旁边 为什么他用来用去的都是用一些老将 那某一些老将 坦白说也在春风专案里面 某一些老将 我就觉得是非常好奇 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 那他用了这一些人 那各位看是不是稀奇古怪的一些人 对不对 也跟春风专案有关 这第二个 那第三个 国民党明明可以运用这个专案 去攻击他的对手 我讲的还不见得是赖清德 明明可以用这个档案去攻击对手 可是国民党为什么不讲一句话 欧教授你难道认为不觉得奇怪吗 这个是最好打的 这个是最好打的 那他们为什么不打 所以那你不觉得说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都跟大选搞在一起 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说 我们的大选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大家变成了什么你知道温良攻减让 哎呀我不谈这个问题 我不答复这个问题 我也不澄清这个问题 我也不抗议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民进党会温良攻减让 什么时候国民党会放过他的对手 除非欧教授你能指出一个例子 不然的话那你不觉得奇奇怪怪吗 为什么讲了十天他们都不来抗议呢 我呢只要再举一个真实案例 请有华哥来印证一下 那么因为时间有限 那这个例子呢是至为重要 好吗 关于蔡英文的贾博士和贾论文 这个案子是举世闻名嘛 全世界都知道的对吧 对 好 那么最应该站在蔡英文贾博士 贾论文的对立面的人 是不是就应该是朱立伦跟侯永宜对吧 朱立伦侯永宜跟赖清德 等一下 我说如果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说 朱立伦和侯永宜应该 这两个人都有博士学会吧 是不是最应该站在他的对立面 对 可是好奇怪 台湾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 变成是赖清德才是蔡英文的对立面 那到底哪两个人或哪两组人 是相反的政党立场 尤华哥您不觉得这个是很怪吗 很怪 好 那我就这样说好了 如果从贾论文案 贾博士案 请问朱立伦跟侯永宜有什么理由 不说话 而且变成是蔡英文的友军呢 请尤华哥真的在这里 帮大家细说分明一下 这是真的太怪了 尤华哥 其实好 其实蔡英文不会怀疑侯友宜也不会怀疑朱立伦 为什么 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 纵然他们打对民进党来讲信者很信不信者很不信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真正重要的关键 如果是赖清德登高一呼的话 那你说他能够干得下去吗 为什么当赖清德一有这些动作的时候 他马上就把春风专案给丢了出来 结果是赖清德宣布退选吗 那你不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国民党不攻击 你为什么蔡英文 赖清德碰到蔡英文丢的东西 他也动作终止 动作终止说 好了好了 算我怕了你了 你的网军就不要攻击我了 那我宣布退选 其实他宣布退选跟网军无关 真正来讲 就是谁把那个东西丢了出来 况且他宣布退选前 为什么处产会敢找相关当事人 去处产会看档案 还一个一个通知 当事人未必知道他有档案 但是处产会为什么要通知 但是也没有理由 枪已经掉在地上 朱立伦和侯友宜 有枪不剪 有枪不发 明明蔡英文犯了这么大的错 他们又是反对党 这两个反对党带头的人 干嘛都不剪枪 也不开枪 是不是只有一个解释 朱立伦和侯友宜 跟蔡英文 他们其实本来是一伙的 会不会是这样 应该讲不是一伙 但是至少曾经惺惺相洗 但是剪到这把枪的 却是彭文正 彭文正剪的开了以后 开了以后 他们没有帮彭文正讲过一句话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别人帮你在打蔡英文的时候 那你至少鼓个涨嘛 对不对 也没有 反而下令 反而下令 不要支持彭文正 让彭文正通缉好了 对 所以看起来这里面的局 更像是蔡英文 朱立伦 侯友宜 是同一个党 而赖兴德才是蔡英文的反对党 对吧 对 好那照这样的话 局势就非常明了了 蔡英文一定要放掉 或者是给干掉这个反对党 否则他怎么能够安心的把棒子接出去呢 是吧 是 好那赖兴德就真的是在有华哥的手上的马表 倒数计时中 最后一个小问题请教 您认为你的马表倒数计时 赖兴德还剩下多少个礼拜 可以在政治上活命呢 6月18到928 所以 刚刚好三个月 三个月 所以赖兴德最好先买好机票是吧 他不用买那个机票 他那个坐船比较方便一点 机票还要安检 坐船是那你只要那有有那个护照 你你就可以出去了 因为坐船的安检没有像机场那么严格 所以你认为他是小三通走好呢 还是从基隆港往关岛走比较好 他只要到了琉球就好了 好 所以有华哥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 也许只剩下日本可以收留赖兴德了是吧 因为他跟安倍晋三跟日本政界的关系都很好 所以他不见得要跑到美国去 我提醒各位啊 他跟安倍晋三跟日本的政界人物的来往是比蔡英文还要密切 好换言之这次的大选力量确实是美国加蔡英文 而蔡英文呢又另类的和朱立伦有一种奇特的默契 形成一个奇特的台湾政党斗争局面 于是民进党的大内斗这个逻辑就不能从往常谁是绿营的人士来加以看待了 对吧 对 好 感谢尤华哥 谢谢尤华哥 谢谢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